是两队队伍的第四局 目前成都A上会2比1 守卧赛点 现在上海RNGM就是 我觉得他们这个赛季 就是在射手位置做出的轮换 给到冰冰的压力其实挺大的 对 作为一个新人 上场的话 其实顶的压力非常的大 对 他面对的很多射手 都是很有经验的选手 那首先你要看他补的是谁 补的是前程老刘的位置 对 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而且我们也能看到出来 上局比赛能够想象得到的是 RNGM也想利用那种放养式手的打法 但是好像冰冰没理解 他自己压的位置太靠前 导致失误太多 他的位置好像身后 有个鲁奔纳士链子 已经跟他准备好了 但是也确实ZERO真的要多看看他 所以这个你要如果不来 你就跟他说 你就在河道 不要过河道 来看看这把 这把是小明放出来了 一手接墙 对继续搬上的是凯和大桥 然后这边龚生理和蒙田也依旧搬 对 赵淮珍也出来了 赵淮珍 看下一期会不会拿 要不要拿呢 牛气冲天 牛 纯爷们 双铠团 他疼你这手 明世影啊 你如果是明世影的话 我就吕夫夹牛魔 还有一个不知火舞也放出来了 啊 看一下RNG这边 上上香 可以 先把香香和明世影这个组合 搭上 只要不是小明加哥亚就好 小明加哥亚 真的是陷阱 版本陷阱 确实哥亚的胜率也非常的低 这个陷阱不仅仅是KPL陷阱 黑甲他也是陷阱 对 就是这个组合他赢不了 这这英雄很奇怪 你说他全面吧 他对线单对线也很强 打团的作用也多 但是就是很难终结比赛 但是 如果你哥亚不配明世影 他就能赢 胜率高了 对 他现在就是这样 他俩不能一加一 一加一小于二 是吧 蜘蛛火舞 刚刚老王点出来了 也是他的一个绝活 对 弯压出来 这还是要打前中期的 而且RNG这边是把 弓本和赵怀珍都搬了 是的 这边的打野选择非常的多 嗯 他用了NAC 露露 还有药 还有阿古朵 其实他进篮子还在 他攻门也还在 哦 攻门没有了 攻门翻掉了 直接拿了 资金自选 是的 可以 左边的阵容看得像 我们平时路人局的养猪 因为看到了王昭君和 香香还有明智颖这三个点 RNG 戴沃顿其实可以给他们卡视野 RNG嘛 四保一嘛 诶 试试过 试试过 体会过 以前保的射老刘 是的 RNG从竞联盟开始 就是四保一的起源 但是这一局你真要保 你得好好看一看 AG的阵容 有一点困难 牛魔 不知火舞 蓝 吕布 这四个点是硬突脸的 萌亚这个不一定能碰得到你 但是另外四个人是一定碰得到的 我玩萌亚的 如果我队伍里面是这四个人的话 你也冲 我也冲 我不冲我不就脱节了吗 这一局比赛 你想让开是不是 这是能冲 如果我跟不上 我不就是个脱节位吗 是 所以这一局比赛就是五突脸 五突脸来冲你的 小明智上枪 就是左边真的要手要保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王庄勋和夏侯敦这两个点 会比较好保一点 是的 这把王庄勋加小明 一定要把他保下来 但老实讲 不好保 不好保 牛魔加吕布 这把你还没有赵怀珍 你没有赵怀珍的话 意味着牛魔的每一波大闪 只要下足自己不想歪 他就歪不了 没错 不像原来 原来赵怀珍在对面的话 你牛魔的大闪就很容易被人 给他炫歪掉 这有的队伍也会考虑 就是以往的话 在对面有吕布和牛魔的情况下 也可以考虑拿 希施 希施也是一个可以很夯的牛魔的英雄 对 但他这句拿了王庄勋 更多还是要保护一下 自己家香香的输出环境 这把我对于RNGM的正常的理解就是 我对线猛 我就纯打线上猛 但一定要打出来 如果打不出来 到了四级 那么A7就可以开始起劫 对 我对线在没有小明的情况之下 我孙香香本来就不怕猛呀 这种时候我再配一个小明 小明第一波线 帮王老军清完了之后 王老军有两击可以自己管自己的时候 接下来小明下路直接挂边 这把真不能不管他了 但这局有可能会把王老军先放到边路去 也可以 然后香香走中 然后他可能可以更多的吃线 多吃一波中路线 对 但是对面毕竟是不住户我家牛魔 也很容易被贴身格斗 对 所以这局比赛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如果RNGM把线上优势打出来的话 那A7想要破掉这个线上优势 就必须要看长生了 这个赛季他们在中府的位置落实轮换 下足已经帮助队伍拿到了一局的胜利 获得了MVP 这一局长生拿到了不住户我 不住户我也是长生在K甲的拿手英雄 让我们去期待一下 是的 今天赛前的时候我还跟Alan有过聊天 就是他因为长生他也很熟 所以这位选手他的评价一开始也是挺高的 包括SK对于这个选手的评价也是挺高的 让我们去期待一下这场比赛 蓝色方上海RNGM 红色方成都一场会 我是瓶子 我是老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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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赛 看一下双方的三线分线 其实讲到长生这名选手 他去年挑背的时候 我看他的一个数据 个人分均伤害高的夸张 对 八千多 是的 能达到这个数据的 联盟里面以前是九成 对啊 他当时是玩法刺和一些大法师 对 然后他法刺还C 这局看一下他的就这么久没有套出来的不知火舞效果如何 这局下主也是拿到了另外一个开团点 开团游走在大家手里也还是不 就是他比较顺手的 这波也许已经刷完了 双方的打野是镜像刷野 熊洛动手了 上去贴了一套 再回头给个洞 再点两下 不说这个扇子没有中 这一波扇子要是中的话 我估计小羽可能要交闪 对 但是香香已经开始吃双线了 这局还小明跟着孙上香 还是得看看成队上会他们的中斧怎么去拦截他们 假如是中路王中军加明师尹抢劲应该是要比火舞快很多的 对 上路 这一波打回来 尾格达跳进去 再挥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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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给个打刀 再判一下 拆了一波 伤害还是稍微少了一点 要打难好打的 灵火 而且有龟尘可以回血 看一下中路的一个碰撞 贴一下闪现 再给扇子 你可以清线 但是你状态必须留下来 就是王道军他去对线到四的不知火舞只能说是清线 你想要打他状态还比较难 对 因为你把冰都清了 那你的位置站的会比较靠外 那火舞只要丢到你扇子就会给你来一套 只要不知我有时候还会借冰普攻 然后位移一下到你脸上 踢你一套 下路开始帮着冰冰的车上枪 这局伊诺的出装也是做了对线 鞋子都不考虑了 是的 他不想走 就想在发育路呆着 金鸡护手 萌亚真的出自己装备很舒服 又加抗星 又加一滴 清价比很高 这一波一闪上去主动开 牛木二技能顶到切了一个黄线 再给了一个大招 转下交出了闪现 里布达大招落地 但是伊诺在旁边给了一个二技能暴力装夸 直接厚死了他 伊诺狂回拿到一血 回头再扫一下 要赶紧交出大招和二段两段二技能撤走 下火蹲的闪现也被打了出来 一波野区突如其来的进攻 由长生发起 拿到人头 鞋子打得非常的果断 但是这边还在蹲 又来了 这波上去砍一刀 这种晚秋找到了机会 把魏杨给击杀做了波止损 双方打成了一个1比1 来了一波蹲斧 而且把一套伤害全部打满 是 这突然之间发难 冰冰可能自己都没想到啊 但是当时一整套打下来也只掉了半血 其实伤害还是不太够 因为ZERO第一时间牵了黄线 牵了黄线之后 然后再立刻给了一个大招 这个都没动到 就立刻转下给压力 又来了 把波之后打到了残血 落地被动了 落地被动一个大招 小明在牵一根线 吕布被迫跳大招 这是当着人脸上落地的 还是有一点伤 要了状态 而且一会回上的话 还得让队友跟着了 要不然要被晚秋卡一下 下路压力来了 晚秋直接进野区了 对 但是被魏杨给发现了 下路压力还是大的 你现在明世影跟着香香走到一块了 而且明世影是出了星之配式的 对线期非常强 这场比赛我们其实在后面几局看出来效果了 AG最终还是变成了EMC的那套打法 真的这波挡了非常多的伤害了 但是一诺这边开了急跑过来 是的 完全走不了 没错 上路 反杀 反杀成功 但不组和我过来也跟了一个飞翔罗云阵 踢死了晚秋 是 一打二反杀 这蓝打要 要只要把位置把握好 他的大招归程回去能够做到的话 还是好杀蓝的 因为你要真比爆发的话 要的两段一技能其实比蓝的爆发要高 对 两段一还有他的大招如果做到 是二闪先 二闪顶到大招拍一下 一个闪现躲开回头反打 一个走位走跃的红脸 一个暴力动作举起主炮 然后再继续扫射 这波拦过来再转一下 这两个人压得太深了 这波其实刚刚是不知火舞长生这边给了一个 就是原初法阵他传想传过来的那个假动作 但实际上他没有过来 但是下足的牛魔一个二闪就直接顶到了 是的 打开了 这边你压那么前 你没有对方的一塔都推掉了 这一波是先吃了一个烈空 他退回去之后 然后大招归成规避了伤害 然后二技能又躲了一下 然后再两段一技能再接一个回头看 而且他是先一普攻再一普攻 对 把伤害都打满了 终于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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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平稳发育的情况下 射手即便是抗压 他不会掉太多的经济 嗯 这一波 闪现 发现位置不对 终于绝了 还有两个终于绝跳进去 一个灰月落地 躲了一刀 但这一刀一技能还是中了 灰死网络军这一波要跟了过来 但伤害现在不够 被来给他推到队友的脸上 呂布再回忆到 两段二技能走 但是萌亚狂回衝起来 直接拿到三连决胜 继续追击 再A一下 四连超凡 把明星也给带走 一波团灭了上海二人间 伊诺 萌亚 这波还推了一个中塔 是的 全可以瘦非常的多 主要是第一时间 伊诺是在侧面 就直接把香香给赶走了 就正面 牛魔和吕布是 接上了combo 对啊 但是伊诺一个人在侧面 就把香香和明星 一往后逼走了 对 感觉从第二局的马可波罗开始 把承队上会的 败路选手伊诺给激活了 感觉这种前中期的英雄 更适合伊诺 他更好的站出来 去带节奏 对 像这一局的萌亚 装备一成型 节奏一有 就开始出来带节奏了 是的 而且这一局比赛 很很舒服 因为四个人都是往前突的 对 他自己玩个萌亚也是往前突的 大家要突一起突 反正只要突上去 对方一般不会想的 我还要去切对面的C 是的 没C啊 C都在脸上了 对 但是刚刚那一波打完 RNGM就真的很难打了 将近7000的GX了 是的 长生的这一波敦服 有说法 但是位置压得有点靠前了 嗯 全部都下退了 就是原本想的是这一局比赛 RNGM在下路打对线 但是AZ想的是好 你今天下路打对线 我下路不跟你对线了 伊诺一个人去抗压 看牛魔正面大招拍 是的 但是伊诺这边侧面 就压了两个人走了 对他一个人在这里 把明星加速度上全部压走了 然后 卫央的位置也是刚刚好 继续留到人了 是的 感觉RNGM他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间点 本身他们是要保护孙燃香发育的 他一直接团想要打架不对 其实小宇的那个闪现 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 他看到有人的时候 他第一次交闪跑 但是已经跑不掉了 就是你如果是防守方的话 你是没办法把视野压太久 打闪拍到王昭君 把人压走 现在向上就五千多块钱 大家看要绕后了 9分钟破一个上路的高地 这波下路的过去 可以跟技能的拍 结果要过来 一个强化普攻 直接把伊诺的萌亚给带走了 晚就拿到这个击杀 但是 看在高地的位置 吕布把一个人被四个人围殴 这波是把高地推掉了 但是造成了脱节 是的 所以掉了两个人 但是我说句实话 九分半的时间点 两个人换一个高 太赚了 因为他们接下来能复活 对 能复活的话 龙的资源就不会掉 对RNGM来说 唯一的好处是多拖一点时间 是的 给香香多发育 能打赢一波是一波呀 是 都必要打赢 只要不备一波 他就有机会发育 是的 能多拖一会儿试一会儿 现在双上香 七千块钱 两个核心剑 无尽加上 终时是有了 看一下蓝的位置 这波打龙的 这波是个绕后卫 蓝是个绕后卫 被秒了 瞬间被秒 而这波蓝也冲进去 一个大楼直接咬到了 王老军 王老军原地动了一下 但自己已经率先阵亡了 不是火雾直接翻过进去 非常容易才踢到 回头给个花点赛 夏孔顿给了一个一技能的拍 拦截了一下 但只剩下这两个人了 两个工具人站在这里 核心点都已经全部阵亡 而AG五个人 带着上路的超级兵 一波押近 鱼鱼的夏孔顿 无限飓风号也扛不住 所有人急活破掉水晶 让我们恭喜 成都AG超完会 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一个大场胜利 今天对于成都A上会来说 是有惊无险的一场比赛 第一局比赛看完了之后 其实很多人都对他们非常担心 对 他们第一局的表现 似乎还不如上一场BO5 但是第二局比赛 第三局比赛 他们的双C激活了这支队伍 尤其是第二局的 伊诺的马可波罗 和魏杨的纳可露露 好 在第三局比赛之后 下足的蓝灵王站了出来 在这一局比赛 中路长生的不知火舞 也站了出来 对 而且他们也是找到了 属于他们自己 更适合的一种方法 是的 这样的方式 会让这支队伍有阵痛 但是 也要相信他们 这样的阵痛 会为他们带来更好的AG 再次恭喜成都一场会 上海RNGM 两场比赛吞下了两个苦果 也希望他们在这一次的阵痛期 能够短一点 是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器 恭喜AG 那其实也从 村民反映了一个问题 这场BO5的 这是还蛮梦幻的 是 从这个第一场比赛 你会发现AG的整体的状态的低迷 到第二局 可能开局也有些坎坷 但是慢慢找回状态 再到后面找到了 属于自己赢比赛的这些方式 完全激活 对 他就是你现在回看 这几场比赛 你会觉得就是 这是AG可能在这个赛季 找到属于自己 目前在这个阶段的答案 对的 深度二脉打开了 其实我现在就想起了奶茶 在第二局 开赛之前 语音提到过的 就当他是0比0 而且奶茶当时 就是一个安抚之下 就感觉大家的一个心理状态 包括沟通 并没有受到第一局的影响 慢慢的 但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 真正关键的点 就在于 伊诺马可波罗那一把 对 那一下 整个一下子 队伍激活起来了 然后后续你可以看到 伊诺的那把马可波罗之后 然后接连着 威亚大纳克鲁鲁 对吧 然后后面 下主的蓝灵王 对 到最后一把 其实我看到最后的一把的阵容 我就知道 AG这把稳了 是的 可以看到就是 长生跟下主的一个配合 其实 这是他们最 最擅长的英雄 长生的活武 其实 一直 在以前训练赛拿出来也好 还是他比赛拿出来也好 都是百分百胜率 对 我要讲一个恐怖的数据 长生在上个赛季 K甲夏季赛 他活武 19战 14勝 这是他的第一战力 而且是出场最多的英雄 就是基本上我们拿训练赛 只要拿到活武 稳了 就之前跟长生一起打的时候 是的 他的活武真的是很会找节奏 而且可以看到最后一波 其实可以看到 最后一波可以看到是 伊诺找了一波机会 是开起大刀之后 直接是把速箱给秒了 但是 其实我看到的是冰冰 他这几把发挥 真的有点问题 因为最后一波那个位置 我还很差异 一个速箱怎么会出现在这种位置 在龙坑的位置 对 在龙坑那个位置 而且好像是他自己翻滚下去的 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现在 没有搞清楚自己一个 输出环境的一个感觉 而且他跟明星已经脱节了 对的 也可能就是因为 这是他的第二场正式线下比赛 难免新人可能会有紧张 因为其实这局 刚才Alan一直提到长生的高光 我注意到的是 这一把在前五分钟 知道活武抢不到中线 他就一直去盯住王兆军打他的状态 所以这就影响到了 RNG没有办法 利用中路的线权去溜边 我们在前七分钟是一直看到 RNG是选择四个人暴中 然后让药去边带 他们会用这样的战术去拖着 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 伊诺他下半途的萌芽 不仅仅是发育代谢了 而且已经提前和牛魔进入到野区 就我们后面看到的野区包夹了 对 其实你可以发现 就是现在的话 前期基本上是 A7的一个中斧 他更多的是去卡住 对方的一个中斧的行动 比如说火舞 为什么现在是T0 因为他能卡住 对方的中断一个行动 而且卡住之后 你可以发现 伊诺虽然看起来他在抗压 但是中期他经济基本上第一 可以看到中路那波团 直接火力全开 对的 其他人转不起来了 只能眼看着伊诺 把自己的发育做好 利用装备差 根本没办法篮不住了 伊诺 对的 MVP 伊诺 萌亚 中路直接四连超凡 而且当时看到和队友之间的配合 首先是 呂布加火舞往中右操底先确定了整个RNGM四人的阵型 因为当时看社府还是在靠近中一二塔之间的位置 就抓你一个脱节 对 而且伊诺这把玩的出入的点在于 队友打残了之后 送到嘴里吃了一个吃人头 对 其实我们现在再回看AG的第一把的阵容 其实再看第四局的阵容 其实逻辑是相通的 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不断想要打一套往前冲的阵容 是 就是这其实是AG赛 这个赛季可能他们着重想要把自己的这个点给他维持者 是的 所以说看到他们这样通过打大团 然后通过信心的一个堆积吧 把大团做起来很好 这波也是下足的一个二伞 不断的尝试进攻 而且其实我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萌亚跟蒜阿湘这个两个英雄 其实我是觉得萌亚更好打蒜阿湘的 因为基本上只要有大招的情况下 孙长相是很难抵挡住这一套爆发的 对 其实从技能释放的逻辑来说 萌亚的容错率会比孙长相要高那么高 可以看到伊诺这个萌亚弯得像个刺客一样 直接突对方的后排 而且奈何不了他 然后正面又能顶住压力 队友又能不断的给到控制 同样带来本场比赛的语音回放 让我们下来进行看 他想换二塔 我的船 我的船 可以船 船了他 能开起来吗 看看算枪 没滚没滚 他交闪 我穿不了 他们中路在河道 中路在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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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接 过来接 能上的上的上的 他不去了 那斯纳斯 没打 别急别急 我们中路在河道 要漏了 要漏了 中左还没闪的 中左近距离有点难 最好别打兄弟 就打中左 脱节了 不难 孝顿没打 孝顿没打 我砸哈了 赵军事没闪 赵军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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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完了 双枪没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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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滚没闪 跟我 他们越来 来来 杀 来来来 平打平打 杀人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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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打后面的打王军 打王军看蓝 看蓝 看蓝 下路一波 接来一下 下路一波 可以可以可以 一波了一波 其实通过这段语音 还是要稍微说一下 虽然A技是赢得了 这局比赛的胜利 但是其实这段语音 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 还是很明显 我听到的就是在下路的时候 其实是一诺率先说能开吗 就是一诺其实是第一时间看到 对方两个人压得比较深 然后这个时候给队友一个信号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我希望 就是新的队员能更多的给一诺 或者给他们不一样一些意见 一些自己能干嘛 对吧 或者说比如说夏拙说这波我能开 你能跟吗 这种沟通我其实更想听到 对我觉得这种事需要更加多 可以迅速让这个团队可以更加的融合起来 对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同样前方采访准备